字幕提供 林山周老爸先生家 今天居然不用自己搬行李 直接放在這邊 他就可以幫我們運過去 好久沒有這種奢華的體驗了 突然有人服務覺得有點不習慣 帥 哇 酷 你吃了嗎 哎唷 2021發大財喔 這次路的地料 早安 要是嶄新的一天 今天有點不太習慣 我們好久沒有豪華露營了 自從我們買了自己帳篷之後 我們已經連續六次去了 不同地方自己要搭帳篷 今天我們來到了 很有名的自然圈農場 這邊就是奢華露營的路線 太好了 感覺爸爸好像很開心 讓我休息一下嗎 這邊我剛剛有進去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這邊真的 蠻有那種美國農村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好像很有名的是 他們都是一圈一圈的包廠 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了很多朋友一起來 對 我們也包廠 一圈一圈的中間都可以泡溫泉 然後泳衣我們也帶了 所以晚一點變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泡溫泉 來去check in吧 走吧走吧 你看這次高級露營 我就可以放心的穿布鞋來了 而且我們今天帶的東西也都是 一般去住飯店的東西 這次整體行李超級簡便 我們到了我們這一圈 這一圈總共有六帳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中間有一個超大的涼亭 感覺好像來到那種私人的度假村跟民宿的感覺 那我們來去偷看一下帳篷 這蒙古寶感覺跟上次他們在那個鳳梨很像 喔~~ 他地板有那個巧拼軟墊耶 這裡 小朋友可以在這邊跑 然後還有附兩個電扇 但是這邊好像是沒有冷氣跟暖氣對不對 沒有 然後床是飯店的床的感覺 不是沖溪床 然後中間有兩個插電的 還不錯 是完整的一間房間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公共空間 好的 他們雖然是豪華露營 但是他們還是有提供這種專門在露營的椅子耶 我們這次總共是六組人 所以一人的話可以分配到兩張 這是什麼 這是原型提供的嗎 煙營茶跟鍋子 煮火鍋的 因為他通常你如果包下來的話都會附早餐跟晚餐 所以晚餐會有人幫我們吃 不會 晚餐已經在冰箱了 你可以看一下 看起來蠻厲害的 冰箱裡面有很多飲料還有牛排 然後他沒有開瓶器 沒有開瓶器 沒有開瓶器 然後不開 應該是要去那個剛才check-in那邊跟阿姐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吃過了 小心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用餐區對不對 大家可以大回爐 然後這邊 喔這就是傳說中的溫泉嗎 所以我們可以全部的朋友在這邊泡溫泉 哇好害羞喔 欸我們第一次要全部人一起泡溫泉 這是大眾池大家一起在這邊 牛媽有帶泳衣嗎 牛媽裹湯 那我第一次要跟牛媽泡溫泉 感覺說牛媽感覺比較浮誇一點 啊沒關係先穿好先穿好 沒關係沒事沒事 我突然不想泡了 然後看一下洗手間 喔好乾淨耶 好乾淨 他也是一體式的廁所 就是外面是 該是分離 然後裡面可以洗澡 什麼是一體式的廁所 人家會說三件式 四件式五件式 很少會說一體式 他是一體式的廁所 輸三尺 一定要堅持 還有一個爸爸會喜歡的 這不就是我們Costco買的烤肉架嗎 是不是我們當初要買的那一台 他又再更大一點點 左右延伸的 哇 他連廚藝桶都幫我們備好了 好開心喔 還有木炭 還附一個大砂鍋 這是要竹林聰明吧 這應該是放在這裡有沒有 就是取暖用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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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欸 有可能欸 有可能 一二三 距離太短了啦 一二三不能 叫 extract 一二三 一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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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二二三 我們來體驗他們的神態活動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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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好 切回來 右轉彎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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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切回來 一二三菜加裝 我的菜怎麼沒有喪口 沒有使用農藥為什麼沒有喪口 會不會是因為不好吃 所有的蟲孔都在高麗菜上 對 我們這種蟲愛吃的 蟲就吃蟲愛吃的 人就吃可以吃 人愛吃的 因為高麗菜也知道蟲很愛吃它 它才能採高麗菜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找一顆能採的齁 你就把它當作是你前男友或者上司的頭 你把它當作你仇人的頭 把它扭斷 那就拿到了我們的高麗菜 你要不要趁現在跟你老公求婚 我剛才已經跟他求過了 羨慕我吧 我先求 你看看他喜歡的是這個 你搞錯了 嫁給我吧 我喜歡你就是貴的 你給我玩 這個最貴的 這個就是一顆80塊的 哇 這個看起來很美 這決定是他囉 看我憤怒的力量 啊我把整個酸! 牛肉髮的頭 妳拔錯了 我把狗跑掉了 Patriotero 真功 我覺得這個開心農場好棒喔 主要是它種的種類超級多 不管是台灣的品種還是日本的品種都有 它有種菸草也有 因為它就是說會釋放林口丁 所以會讓蚊子不會靠近 所以這個園區沒有蚊子都是因為天然的關係 這超棒 這個農場真的看起來小小一片 可是什麼菜都有 大家還記得去年我跟老爸有拍一個 英文挑戰的影片嗎 那時候我們就立志說我們要 在2020年一起精進我們的英文 以後去國外的時候可以跟大家介紹台灣 沒錯我們花了蠻多的時間在線上英文的 對我們後來還真的有去努力 一路上了大概半年左右 一個禮拜兩堂課 那一堂課是50分鐘 沒錯其實經過還蠻多的啦 一開始它也會給你一個測驗 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英文的能力到底在哪裡 然後它就給我們安排老師 那一開始我的評鑑其實是比老爸高的 結果後來上課啊上一上 依照時間越來越久 老爸真的很厲害 就默默的超越我了 其實那段時間啊老實講 真的是有比較認真啊 有在上有差 那我們上的那個課程呢 是all pass english online 我覺得它比較好的是 它不用綁約 就是你可以掃堂上課也可以 然後它用的系統是 skype 或者是 zoom 整個系統也不會說會lag 一個還是什麼的 對而且我覺得其實外師 有些些上課程啊好像是會一直換外師 可是我們上的那個all pass 它就是會給你固定的 就是你可能跟它上個一段的時間 然後你真的想換的時候再換 所以你就可以學很多種不同的口音啦 像我之前有遇到一個狀況是 其中一個老師好像沒有那麼適應 結果他就馬上就幫我安排 他就給我好幾個老師的自我介紹影片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我想試試看這個 老師man match還蠻重要的 像它的課程很多元 如果你要考多音你要考託服 它也有專門的課程 那像我的話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去國外的時候 可以講一些比較流利的英文 然後跟大家介紹台灣 那它的優點是它是一對一 我之前有上過其他英文線上課程 它是一對六 喔這樣子很沒有下語言 那一對一的好處是真的 我整整五十分鐘都在講英文 就是有在上真的有進步啦 那個進步的幅度是有感覺的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見真章的時刻了 我們半年前 立志說我們要來PK一下 到底誰的英文進步比較多 對 我們今天就用一種方式 老爸會寫一封請書給女兒 對對沒錯 我會寫一封請書給女兒 那我呢 就是會用英文來介紹一下台灣 跟介紹我們今天來的露營區 給國外的朋友告訴他們 我們其實防疫做得很好 等到防疫結束之後呢 歡迎來到台灣露營 沒錯 台灣 是一個海洋的海洋 海洋的海洋 海洋的海洋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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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买到任何东西 Lofiland has a beautiful desert landscape and they have created a fresh vine with plenty of tropical plants Lofiland also has a special way of dividing land into different size of circles with maximum to 28 people in the big circles and maximum to 6 people in the small circles every circle has its privacy so it's good for friends and family to enter other than that, they also have complete public facilities including fridge, barbecue, private bathroom, hot spring, etc. the bathrooms are in really good condition they are clean and have all the necessity you need best of all, there is a hot spring pool in every circle so it's a very good entertainment to enjoy with your kids to sum up, we really recommend you to come to Taiwan after the pandemic you will surely have some good time here 晚上七點半有熱水了 我們要來... 女孩子也太快了吧 真的水溫剛好 我猜大概35到36度左右 太chill了太chill了 太享受了 啤酒有沒有 雖然不喝 但是做錯樣子也是要的 露營可以泡溫泉真的好舒服喔 剛才不知不覺就在那邊泡了兩個半小時 很舒服 那個溫度是剛剛好 有點像溫水用池再熱一點點 不會像溫泉那麼燙 所以你一直在下面就覺得很溫暖 我起來了才換你 你看正宫先起來 古代皇帝的概念 就是那一集 皇帝是喜歡換皇后 皇后喜歡才正平等 我下面平非那一段 沒有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下去你老公就上來了 太過了頭髮 頭髮也上來了 我跟你講剩下半個小時 你趕快換衣服 剩自己泡一泡 這個露營區怎麼樣 有泡溫泉的好玩嗎 還不錯齁 欸咻欸咻 欸呦 欸 跳成這樣 弟弟要不要跟我睡啊 喔 弟弟關燈了 睡覺了 早安 現在早上的九點半 好難得早上起來 不用一直拆拆搜搜 還有人送早餐來 等一下 沒有人送早餐給你 真的嗎 你這麼早幾種啊 沒有 看起來蠻厲害的 有茶葉蛋 水果 還有一個像是 墨西德捲這樣 然後跟一個麵包 因為我們最後一天都沒辦法做早餐 要趕快搜一搜 現在就是 愜意的享受 我們現在要來他們這邊的這個衛飾裡面 做一個DIY手座 好啦 結束我們這一次的豪華露營 結束了 那我們這一小圈的費用是 四萬二 然後總共是六個帳篷 所以一組的話大概是七千塊 所有東西都包了 就是七千塊 還有我們做一些體驗啊 拔菜啊 所以你菜拔越多就越鑽 哈哈哈哈 我們剛才也做了一些帆布包 然後我們也想要送給大家 讓大家留下紀念 那這個的話都是自然泉這邊的LOGO 然後剛剛都是 蘇珊跟Cody還有Kyle 自己手做的 如果想要得到的朋友的話呢 就在我們的FB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就會隨機抽出四個人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他這個肉卡住 對不起 抱歉 開記者會道歉了吧 我不應該把香腸烤焦了 你是因為跟他太接近 我感太大了 對不起 我會 我會 神智的道歉 你犯了每個男人都會犯得錯 就是把香腸烤焦了 對 烤焦了 非常的抱歉 不好意思喔 你